所以從以上各位的說明 我們就可以知道 每個人花錢的快樂不一樣 都是花錢 我去法國一個月 我經過那個香水利水 香水利水不知道幾次 我也去你說的老佛爺 拉花爺百貨 我甚至還遇到台北101的館長 LV的館長找我簽名 然後跟我說 在這邊可以買什麼包什麼包 比較便宜這樣 我都沒買 完全對我沒有任何的掙扎 完全沒有掙扎 然後回來被我們的小芳小姐 笑得要死這樣 可是他也笑我 因為我去Pierre Carnier的三星 米其林三星的餐廳 吃掉一餐吃掉594塊的歐元 2萬多塊 你看吃掉一個包 多不划算 還會變成膽固醇 差不多吃掉一個包 But you know Pierre Carnier是那個年度 跟下一個年度 全世界排名餐廳第二名 法國人認為 他用一雙可以做濕的手來做菜 而且最主要的是 Pierre Carnier先生他跟我合照 Oh my gosh 你知道他有多麼多麼的驚喜嗎 真是迷人 然後而且他最了不起的 叫馬拉松式的甜點 那餐飯吃到12點 馬拉松式的甜點 就是一道接一道 一道接一道這樣子 對 那個就像你說的 是那種 我花錢想要買的是那種體驗 對 我會想要買體驗這樣子 對 你買體驗 但是我還是跟鄧醫師一樣 每次看我那個收藏品 我的帽子 這樣一點一點的拿出來戴 然後再講故事給我太太聽的時候 那種感覺 完全是不一樣 就像憲哥哥 你看到那個金瓶的那種車子 那種感覺是完全 眼尖花亮 對 會發亮 像我小孩子一樣 買了二十幾頂帽子 那個一頂現在是980 當然有需要 不然那個酸魚會掉頭 手壞的 奇怪 我說哪有可能 你要那些帽子 買二十幾點嘛 你買什麼 真的跟他一樣 你是在怪什麼 你自己賺到的 你怪你們帽子 不是 我在想說 他怎麼會喜歡帽子 那你怎麼會喜歡冰士 把冰士開出去 他怎麼這麼帶出去 對啊 聽我跟妳講 真的每個人都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罩門 帽子還 冰士還要汽油 還要保養 帽子不用 對 帽子還可以保護頭髮 不會變那麼多 其實真的每個人都有罩門 比如說你剛才說車子 像我就完全認不出 各種高低階級的車子 有一次啊 我朋友就接我 所以先進去車 你看到我 你一定會氣死 你一定會氣死 有一次啊 就我朋友開車去接我 然後他是那個國民車啊 就是銀色的國民車這樣子 然後他就在我們公司樓下接我 我就下去了啊 下去之後我就看 銀色的這裡 開 欸 給我看不到 乖 抱歉 看不到 後來就到我朋友說 不好意思 坐這 他說你白癡啊 我說怎樣 那輛是冰士跟我們這輛差很多 Give me five 我也是經常幹這種事情的 我對車子一點概念都沒有 他說 他看到你開他的門 還不害怕 看到你開我的門才想 我們兩個的車有這麼像嗎 我有一次 我那時候之前是開了一個國產車 然後有一次去等我朋友 然後我朋友已經上車了 我們準備要走 忽然有人開我的車門 上來就跟我講說 欸 我要去哪裡 把我那台車當作計程車 你有塗成黃色喔 沒有 就是很普通的車 他可能一直 一直心情 他的面子有掛一個 就忽然給我開 就忽然給我開了那個 然後後來我現在換了 現在開的這個車有沒有 就像憲政哥講的一樣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喔 是你們自己在想的 我們看起來根本一樣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以前開普通的那種國產車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去露營啊 遇到警衛啦 或是去餐廳什麼的有沒有 他都會看一下說立下廊 對 後來就開了幾次那樣車了以後 不用 馬上 等一下看到你 那台車就是你的身分跟標準 是尊敬一台車 再跟你建立一下 對啊 你尊敬那台車 那也會對這個裡面開車的人 有一種那種 可是我每次看到那種超級跑車有沒有 我就想 不然你比較厲害 不然你不要煞車啊 多一個零還是要煞車啊 是不是也沒有比我快啊 是啊 有些人會自我安慰這樣子 不然你拿手機也可以放東西 放包包啊 我每次跟人家講說 沒有 我每次跟人家講說 我要去吃美食 他說今天也是一部曬出來 對啊 同樣嘛 同樣嘛 就是爽是爽在哪裡 我們心裡很只能 他說你吃了一塊五百塊 我們吃了一塊五十塊 今天也是都曬啊 對啊 這樣要怎麼搞 所以大家 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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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現在搞不好你吃了 吃焦壓 可是這一波金融風暴下來 我們以為有些人會消費緊縮 可是現在有點不太一樣 那種心情是一種反射 反正我撩的就都撩了 我整個去為自己 對自己 對自己更好 我周圍的朋友是說 這一波金融風暴最好就是說 我跟有錢人越來越接近 不是我上去是他們下來嗎 所以我現在應該也可以看這些東西了 先生啊 你開電池的你要怎麼電 沒有 我就是買了 兩千年我賣掉就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第一就是本來小孩要退 小孩很喜歡我們帶他家裡 買了一大半就不會退了 不會退的時候 每個禮拜三有要叫我太太去發車 軟車半個小時 然後禮拜六 禮拜天要出去溜車 人家溜狗我們溜車 不然我就壞掉 不然覺得很麻煩我就賣掉 然後有捷運 比較方便 我13年開五萬八 你不可以開到 露火梯 不敢開 不敢開 露火麻煩垃圾 現在回來一定要寫車做車樓 我如果回去黑槓 晚上兩三點 就聊半小時 自己親自寫車 所以我的台車是完擦的 都沒有去錄到 沒有去錄到的 然後我就想說 沒有 我這台車賣掉後 哇 如事重負 我現在喔 姐姐要做方便 那時候售幾萬 那時候售三十幾萬 那售多少 那時候售一百八十萬 一百七十八萬 但是那不差 因為你售車的時候 都不會去考慮 你如果要考慮 折舊你都不敢買 你開門下去的時候 會真的去跟家旁嗎 不會啦 我們不會這樣 開門就要說 最可憐 大台車要扭 四台車要扭 行人要扭 老婆子要扭 都要扭 都開一萬 因為後面 坐兩個小朋友 姐太太太 全家 全家 所以我是一個有責任感的男人 我就覺得很怕 我都開了很慢 而且你知道 我以前都是說 昨天要讓我撞到 一定要全賓士 對 撞一定要算 因為你如果一輛國民車撞到 他一定背不掉 可是我去駕駛車撞到 那不一樣 而且賓士車 賓士車主 你只要進 你只要進車廠 你只要進車廠 不管換什麼東西 那個絕對都是給你加倍起跳 因為他一看到說 哇 那個肥羊進來了 沒有啦 完全就打包折了 原廠那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說你一直發生什麼狀況 到一般的車廠 我想說你這有錢人 他有一種 花錢 你花錢很快樂 可是你的快樂 是建築在別人的痛苦 我今天遇到一個 他老公是非常喜歡3C產品的 尤其對手機 有什麼新款的手機綁門號 優惠 網內互打什麼 他每天都是在補這個 他都了解 你知道他太太出門帶四支手機 什麼 平均用啊 因為要省 從事後打的時候要用這次接 網內只要這次接 基本費 就用他的基本費就好 對 用基本費這樣子 不可以講超過多久 所以他出門要帶四支 這人家的快樂 這人家的快樂 這樣也很可能 他這樣很樂趣 整間都是3C產品 有的沒有的 有…有一個人他就跟我說 他不知道他老公全年的薪水 都在改裝拿那輛車 他雖然沒有買超級名車 但他不停的改裝啊 你知道那什麼心態嗎 你開那個賓士還是開BMW 結果一個喜美的 稍微給你拒絕的時候 起到要死了 喜美他改裝 他本來一條港變兩支港 你就改裝了 一台喜美的那時候30幾萬 改裝都幾20幾萬 所以先生其實你的 對開錢的台頭有改變 有改變 改變很多 對不對 對 你以前就覺得說 那個是炫耀 對 但是過了那個時間以後 你會覺得說 坐車樓很辛苦 我跟你說 在民國80年的時候 我聽一個故事 這個價格我不知道 剩萬人的輸機 就剩一個輸機 因為剩萬人的輸機 他平時要配高票 就自己去購買一些國泰人 說一千五百幾 最完一千九百七六 他生價超越的 我都在跟塞名車 都在做人的輸機 我也想說要坐到後面 像我最大的遺憾 就是我從來沒有坐過後面 我不曉得坐後面是什麼樣子 譬如說不是都坐後面嗎 沒有 你司機啊 自己開嘛 自己開當司機 都從來沒有坐過後面 那種感覺不一樣 他就想說我要來接後面看看 他買了 剩萬人都不要換輸機 因為換小年要怕 大家都好 他說不這樣 不然你自己去請輸機 他轉買台風車 一早輸機 輸到再來國泰人做第二次 輸機回去 他等待到采盤燃一天後 會補下班輸機就來做 人就是這樣 我剛才說那兩個都男生 就是送 所以 但是你現在其實 已經沒有什麼物質慾望 我現在不會 因為我覺得到這個時候來 其實我只愛車而已 其他我都不愛 其他 其他你就過了 對 就過了 所以說那個小櫃 我們三個人都是 你會不會現吃 我吃我比較愛 但是我吃不一定要吃很久 像那個80年那時候 我們的營業員說 去吃神父牛排 要拜年兩禮拜 一家八千塊給我媽媽 他說那廢牌沒有六百會久 你吃一頓 我們野餐要吃半個月 結果那些人現在看都沒有比我好 我覺得那是太浪 如果這樣 你為什麼要割下 不 這是假的 這不是假的 這有白煮的 就是他這是教育訪的而已 這一人都兩千塊而已 我跟你說 正常會來抓你 你才用你說假的 沒有 他有白煮 但是他是仿他的那個樣子 其實我對身上的那些 金銀 佩戴我都不會照應 不是 他是仿的 可是他沒有說我是 他說我是仿的 對 比如說以前有布麻或什麼之類的 派對 對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 不是 阿葡萄達都掛派派 也是三角形的 對 這時間就太多 時間就太多 不好意思 我們這點多